臺灣的318太陽花學運滿一週年 香港的雨傘運動也過了半年 香港多個民間團體在3月28號 舉行雨傘運動半年祭活動 再次撐起黃色的雨傘 向政府表達爭取真普選的決心 散下爸媽、文化監報及2047香港監察等多個團體 在政府總部外舉行紀念雨傘運動半週年活動 有議員批評散運後 特首梁振英施政更加背離民意 做一件事更加過分 就是顛覆我們的常識 常識告訴我們 好選又真假 本市對沖基金經理的 2047香港監察策劃人錢志健表示 散運後香港的情況更加惡劣 去年申請良民證的人大增 團體並設置攤位及舉行研討會 與市民一起回顧及總結運動應如何走下去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